Miradio在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龙美尔有心打去埃及 会影响到盟军的補级线 现代战争已经不是打赢多少场仗 而是说你的補级行不行 如果補级不行 打赢多少场仗 最后结果都是输的 尤其是他用很多坦坦 很多机动 那些没有油 没有油就可以了 所以一定要守住和打败龙美尔 当时的将军就是蒙哥玛利 在我印象中 蒙哥玛利不是很厉害的将军 跟龙美尔比 我认为龙美尔是天才军事家 而蒙哥玛利是一种优等生 但这个优等生是因为他掌握了大国 他知道德国当时有太多战役 譬如打苏联 大家记住在1941年 应该是12月左右 1941年年中 他就打苏联 接着就偷入珍珠港 就是全世界世界大战 就是乱三龙 但是在英国的角度来说 其实他最重要是先搞定自己 不是太平洋那边 这些交给美国佬搞得 那些不关事 不关事 所以就 但是在斯坦林的角度 就是在苏联角度来说 就是你越开多个战场 我才顶着我那边的压力 如果不是我这边 德国其实是追着他打 其他地方 刚才希特拉第一次说 希特拉不是叫龙美尔 因为希特拉最想搞定 就是要搞定苏联 是 其中一个我也不明白 就是应该他叫龙美尔 再打苏联 是吧 是不是 那你叫龙美尔上打苏联 也是死的 人家不跟你打 不是 苏联最好就是 一路退一路退一路 那边又一路退 就是因为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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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 是 是 开了另一条战线 还有英国佬呢 就是他有 保级 就是 就是 他有殖民地 是的 还有他们的准备是很充足的 再加上 就是 德国那时候又要打苏联 又成 基本上都顾不到那么多 所以他叫龙美尔去这个北非的时候 其实叫他 你不用这么勇猛的 你就跟他看着那个地方就可以了 但是他追着这个 应该都搞定他打 他追着别人打 打到他都害怕了你 就是要积极部署跟你打 但是 他部署得真是好东西 他所有保级呢 当时他准备的战车和人 都比龙美尔多一半 就是你万多人 我二万多人 你五百部战车 我千多部战车 总之我什么都多你一倍 筹备好了之后 还要用一些讯息战 然后就欺骗你 就是告诉你 我会在南边 就是在北非的南 就在南北两边 我会在南边的进攻你 在那边就部署了很多假象 用那些这样的吉保车 扮坦克车 又是用一些这样的行李箱 就弄到一些好像那些原料 原料仓 又扮到好像有些粮仓 又在那里又要建筑一条 那些这样的输油管 全部都在欺骗龙美尔 等下龙美尔 我会在南边攻你 然后在北边 他那边又扮到好像没有东西 就把坦克车又扮到 那些东西都在装弄到 装弄到毅装 装弄到假装 即是说这些全部都是炸东西 原料又扮到好像那些垃圾 那样的 那令到呢 但是龙美尔又怕你真 那有一样 唯一一个安全方法 就是将整个防卫的线 拉到很长 拉到很长 拉到很长的 不好处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这些战车和战车之间 传来传去 你就变成了很浪费油 而你最缺少的就是補给 如果这些油用得这么长 你就借了 所以这个方法 就令到龙美尔在補给方面 欠了一个很大量的燃料 去供应那些战车 但我觉得其实基本的因素 是因为德国在泰菲州 没什么殖民地 不是啦 就是一个问题 因为他 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找到 就是他如果英国做到的部署 他应该在非洲运游 就是他在他的地方已经游泳了 是 但是德国那边就要靠 靠在九州运游航里 或者去抢 不是 德国是靠船运游过去的 是啊 但问题呢 他的船在海里 又被英军那些战艦 用鱼来射沉了 那么多了 有成千几吨燃油壳 后来呢 就是报销了 到最后呢 到有燃油到的时候呢 隆美尔已经投降了 就是已经臭老了 那些燃油到就没用了 最后又烧毁了 那长将是怎么打法的 长将呢 其实就是 那麽哥马里呢 就是第一次欺骗你 就是以为我们在南面攻你 其实真的在北面攻你 又拉长战线 破坏你補级线 还有呢 就是 当时隆美尔最劲的是什么呢 他在沙漠那里 部署了很多地雷 那些地雷 令到当时那些英军的坦克车 是不能过沙漠的 那唯一的方法就是 陸美二就說 我第一個步驟就是 要闖入這個地雷陣 那如果闖入不到 你就沒有負責了 那他怎樣呢 就用一些公兵 他叫做輕竹計劃 輕竹 不是我們平日日本人說的 竹輕 他輕竹的意思就是 用一些步兵 因為他的步兵的重量 不是很重的 變成他踩到那些 反戰車地雷 是不會爆的 用這些公兵首先去掘一條路 那那些公兵如果踩中了 不會爆的 踩中了就知道有了 我知道 你說不爆的 但都會爆上去 驚驚的 但是又可能因為這樣 整個步驟就是 第一階段要闖入這個地雷陣 這個地雷陣 就用很多步兵去做 但問題是 效果都不太好 為什麼呢 他要做到要有24隻闊 那條路要有五里長 所以由這個闖入的過程之中 就有很多麻煩 而且也不太順利 很多時候 那些坦克車去到前面都沒有清光 變成停了 變成塞車 經過這個地雷陣 這個地雷陣有名字 這個地雷陣叫什麼呢 叫惡魔的花園 結果就由十三軍在南面炸地進攻 然後三十軍在北面 變成全衛英軍 英軍的三軍在蘇雷 蘇雷 蘇元雷 第十軍裝鴨師 會長驅直入攻打他 但問題是 因為 始終蘇雷不太行 結果在這個過程之中 都遇到一些阻滯 第二階段 叫分散 除了蘇元雷 趴一車進去跟他們正面對撼之後 還要分散他們的兵力 因為他們的兵力很長 要將他們逐個兵力孤立出來 用什麼方法呢 就是用轟炸 因為轟炸就是 派很多大炮 一直轟炸 轟到所有士兵的聯絡和通訊 全部都斷了 然後才再打 總之 這個階段 其實都是不順利的 然後 目的就是 要進攻基德尼山脊 這個山脊 後來 兩軍不停地 你攻我手 我攻你手 打了兩天 最後 英軍 終於 雙門慘重的情況之下 終於攻入山脊 去到 1942年的10月25日 經過兩天的掃雷 終於那條路搶鬆了 然後 英軍的藝師 發了幾次進攻 開始正面對擊 對不對戰 攻完這個山脊之後 再攻一個叫做29點的地方 這個29點就是沙漠裏面 一個小山丘 大概二十尺高 但是這個二十尺高的小山丘 就是所有的軍隊 希望在那裡立足 然後做一個觀察台 有時候打仗 真的很荒謬 本來就是德軍 英軍要搶攻 派了很多兵去搶攻 但是 劉美爾 那條戲也不太順 結果這個山脊 和這個29點的高地 劉美爾 就不停地 報復式地去反擊 那你去到這裏 是不是 劉美爾也有些少少 一些的義氣勇士 很明顯 那條戲有點不順 因為他打你英軍 那時候好像很輕鬆 兩人打到你很糟糕 但是這次 明明可以贏 如果你的戰車和戰車比 或者大家的士兵比 其實他沒有怎樣輸 但是問題是 他真的輸了什麼 輸了就是 真的不夠人多 不夠人車多 人家一旦走過來 那變成 你明明是優質過人的 但是你也輸 那條戲就不順了 總是差一點點 我為什麼不順 就是報復式他再打 那裡糾纏了很久 結果糾纏了怎樣 糾纏了就是 去到這個 後期 他的坦克車 只剩下三天的燃料 那已經死了 那蒙哥馬利又醒目 蒙哥馬利和你在三個 玩捉衣恩 就是玩捉獄戰 結果 令到龍美爾的坦克車 很多拋樓 走到沒有油 那你走到沒有油之後 蒙哥馬利派英軍 那些空軍 他拋你 你都不能動 那結果 又把龍美爾的坦克車 大部分都掃尋了 所以你去到這裏 你都不會覺得 蒙哥馬利沒有辦法 那些辦法 就是他的辦法 是戰略的方法 但如果你說 戰術 就是真的不夠德國佬 就是他 一對一這樣打 如果這樣打 你就會輸給別人 所以如果你說 如果你不是人多 不是你補給好 而對方的人少 補給差 你就輸了 那不可以這麼說 他真的沒有 輸就輸 但是你也看到 龍美爾是一個 很優質的指揮官 是 即是去到 德軍三十六元 他都沒有什麼 騰雞法 沒有絕對問題 而且德軍的質素 是看得很高 因為後來 你一直在輸 一直在輸 他一直在切 一直在移動 在移動的過程裏 在移動的過程裏 在第四階段 要加押 即是要向德軍施押 就找紐西蘭的第九裝甲師 派他進去 就向德軍作出一個進攻 那第九師進去的時候 又是要先過一批地雷 又是要找些工兵去做 工兵去掃雷的時候 因為那個過程 有很多濕制 有很多阻滯 變了 就去到天亮 去到天亮 太陽出的時候 才掃清地雷 那這個紐西蘭第九師的 那這個裝甲師 進去的時候 太陽出來了 那德軍的88mm的大炮 像我上說 就逐隻來射你 結果這個第九師 一百二十幾架 看看車 最後剩下二十幾架 後來到最後 回到總部的時候 他的上司問他 他剩下多少架 是剩下十二架 即是百幾架 剩下十幾架 你說他窄 不是 德軍真是腫 那些八十八米的大炮 就是華國打了那架 德軍的那些軍人的質素 挺高 你說戰術 你真是不近 德軍的戰術 真是比英軍好 但因為勝利 英軍勝利 真是車多 當德軍的炮擊 八十八的大炮 打倒了他百幾架炭 但是英軍都沒有害怕 為什麼呢 英軍第十師 又來 又百幾架 那你打他百幾架 我還有百幾架 你便沒得打 但是他就算英軍那裡 曾經有一些情況之下 是異消性多的 是啊 有一場就是 英國的一隊炮兵隊 只有四支大炮 就阻截了龍美爾 二十幾部坦克的前進 那麼 打到龍美爾 即是龍美爾試過幾次進攻 那麼他呢 用四支反坦克炮 結果就將他二十幾部坦克 打剩下幾部 打五億九部 那麼 後來到四支反坦克 打剩下三支 只剩下三發炮彈 打算輸硬的時候 龍美爾就已經撤退了 是啊 所以這裡看到就是 他英軍那個戰略本身 都是很 很適合自己本身的條件 很適合自己本身的條件 是不是 那麼磨到尾 你走人 剛才那個是傳奇來的 而那個地點就稱之為 坦德墳墓 因為你沒有油就不能打 是啊 但是在這麼失敗的情況之下 希特拉仍然是要龍美爾死守 那麼龍美爾呢 其實就是那個心人願意 他又不是叫你打 又不是叫你走 是叫你死守 叫他死守 叫他頂住 頂一陣 這些老闆 其實就是要堆壞他 哈哈 但是龍美爾也有 你叫我死守 也不可以不做 那麼他也做了一下 當時他只剩下幾個 他只剩下15裝甲司 10部坦克 21裝甲司 14部坦克 還有另一個叫里特瑞奧的裝甲司 只有17部坦克 就是總共是不夠50部坦克的 那麼都會打了一次 都是輸的 輸完之後呢 他就跟他的手下說 我們不可以再執行 藏手的命令 他用他的手下說 為什麼我們不執行呢 他說呢 如果我們再執行 我們的士兵就會叛變的了 人家是德國人很理性的 不會說 上司都沒有叫我們走 我們不走 不是的 上司叫你死守 如果不合理 他會殺你 所以 我為什麼說德軍很理性的 剛才阿鐵南說的是真的 譬如在劉航島那些 那些 那些入了山東那些 那些日本兵 是真的搜到尾 他們天狼 搜不到那些 用 切副 不是切副 不是 因為亞洲人 有一種叫中軍的思想 那些德國人 沒有這個思想 打贏就打 打輸 還要我打 你找我老陣 我當然要打你 這次要結束 下次回來 就講講兩位指揮官的 日後的命運 是